为在士林捷运建坛站对面的台北艺术中心新建工程 经过两年半的工期 在27号上午由市长郝龙斌率领相关单位和营造厂商 共同举行上凉典礼 预计将在104年底完工 时常经过士林捷运建坛站的民众 一定都会看到对面的工地现场 刚构建筑外观已经逐渐成型 这就是正在新建中的台北艺术中心 主体建物为地下一层地上十二层 外形设计最大的特色就是球状外观 有人细称为皮蛋豆腐或是魔术方块 未来将会是士林地区亮眼的新地标 将来大型的剧场表演 本组的乡土剧 甚至各种音乐演奏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建筑亮点 文化表演的场馆 以及配合这附近士林业势的人潮 成为未来一个观光的重要景点 在上梁典礼当中由市长郝龙斌率领市府团队 以及委托设计兼造的建筑师事务所 和营造厂商 共同上香祈福风调雨顺 攻城顺利 并且在钢梁所上金螺丝 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我们一直在努力打造优势产业 希望把台北市打造成 华人文化圈里面的文化创意首都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也是为什么台北市 我们有非常多大型的文化建设 文化场馆 在过去八年里面积极的求设 文化局表示 为了让台北艺术中心硬体建设和软体 营运无缝接轨 已经在去年五月 成立台北艺术中心筹备委员会 特别临聘获奖无数 国际脉络丰富的台湾资深剧场工作者 王孟超先生 担任筹备主任 积极统筹营运先期规划 而台北艺术中心整体工程规划 预计将在104年底完成 中加台北新闻许超雄采访报导